国立花莲特殊教育学校今天上午办理职场参访 师生共50佣人前往风山社区小雨挖有机生态农场 透过农场生态、民宿的餐饮设备详细介绍 让花莲特教学生对花莲在地产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环境教育提供特教生适当的学习环境 走入职场感受就业环境与大自然的教育 双重并进的学习机会 是风山社区发展协会多年来维持推动的教育目标 让社区内的绿色照护、不弯腰农场不只是照顾老人 还能够在特殊教育中提供职场观摩的学习机会 提供这个环境是希望未来能够衔接到他们的小朋友 他们的小朋友能够直接到职场那边 因为他们还是有一部分的同学还是可以衔接过来 那我们也跟他们有一个契约 农村在生一直在培养社区 像年轻人的返乡、老人家的照顾 这个是社区慢慢的 那我朝这方面来做 那我们也提供了不弯腰农场 让这些长者或者机构的一个学生 能够有来这边实习 花莲特教学校为了在毕业前提供学生适性的安置规划 每年都会安排高二、高三学生到职场观摩 让学生体验见识不一样的职场工作环境 形态以及工作内容 做好就业前的准备 在高二、高三 高一是属于职业试探 那在高二、高三呢 我们实习组长呢 这边就会安排所有的职场参访 因为新课纲 也为了我们学校有高一 我们有一个叫旅馆服务的科目 旅馆服务的科目 那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参访 衔接到他的一个职场的一个参访 让他知道所有的未来要就业实习 先实习再就业 先去探访一下我们的整个场地 让所有的学生跟家长 我们也有家长到场 那让他知道说 他在学习中所有试探之后 在高二、高三 他未来要能够去哪里就业 如果针对于学生可以做单点的实习 那我们会让他做这样的参访 国立花莲特教学校实习辅导主任 特别资政感谢壮 感谢小雨娃有机生态农场 提供优质的职场参访环境 并且安排专业的课程介绍 希望学生培养带着走的能力 未来更有机会 每和学生到各职场就业 记者林杰 寿风香采访报导